今天是我第三次去 嗯,沒有開啊 今年是我第三次去 我覺得這次的前兩次不早 因為就是我們那些小朋友 和那些小朋友們一起討論一起吃飯 還有一起睡覺 星期三十 星期五十 我們住在加工教會 在那裡認識了許多大個個大集結 並且一起合照 創了一個我們的社團 完畢 這次是我第二次去 欸,看這裡 黃中信 看這裡 我在錄影 然後跟之前都不一樣 因為 我們跟那些小朋友睡覺 還有 然後 晚上 都有做一些 遊戲 你們不知道的事 哈哈哈哈 然後裡面 我戴的那一櫃 他 信主了 然後 然後 他在 又跟我們分開的時候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也一直抱著生命的飯 然後呢 然後 我覺得其實很好 很好 真的要給這兩個孩子特別的鼓掌 好 他們真的 放他們上去 我稍微報告一下 這次在加工的一些事情 這次要下去之前還記得 上個禮拜我在這裡講 會覺得說 經費好像嚴重的不足 可是感謝主 我們教會還有另外一個教會 都有額外在奉獻 結果 是一點點回來 就可以做為下一次的基金 或者是我們要做紀念級的一些經費 很感謝神 神就是供應我們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等一下我們看 拋奔的一邊講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這次我們真的 所有的學員 真的都絕之起來 接受耶穌基督 做他們個人的救助 一共有二十三個學員 那這是參加活動的 然後另外還有在當地 加工教會 其實他們跟我們一起 所有次做同工 可是於心有多講 其中有好幾個 根本不信主 只是目道友 問我可不可以接受 那只能接受啊 既然做同工 那我們就一起 真的吃碎在一起 吃喝喝喝喝喝在一起 最後那幾個同工 因為我特別 除了絕之獻耶穌之外 我絕之要把自己獻給主 一生為主而活 我覺得這是 讓我們非常感動的 那我們這些孩子當中 他們帶來的同工 或我們帶下去的同工 不是都是好基督徒人 其中有殺人 殺過人的 雖然是沒有把人殺死 也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破碎的過去的一些同工 跟我們一起下去 那當地的孩子也有一些 因為巴巴水帶有的家